今天我们到政务大厅办食品经营许可证 我们是先和人家约好 然后来办的 这样的话比较方便些 因为条条框框比较多 所以先来了先确定一下 看看都要办哪些手续 然后我在一起都带过来再办 一般情况下如果要办什么证的话 提前到政务大厅去了解一下 这样的话不用跑得烫书太多 我本来想的是来了以后一次性都能搞定 结果呢咱们缺的东西太多 然后慢慢的回去再准备一下 改到星期一我再来 早上我正在睡梦中 然后兄弟媳妇一通视频给我打起来 忙得我早上起来忙里忙活的洗了个头发 还没有吹干然后就出门了 我们先别更一下营业执照 别更完了以后先回家 准备其他的材料 星期一再过来 给谁带的 给朵朵 哦给车里边弄一个就是 这个条子 再过几天就是端午节了 这两天我们家楼下的商场 前边卖这个公鸡呀 还有这个端午室的可多可多了 端午节了 看这个这个公鸡真漂亮 这个公鸡 金灿灿的 还有这个服 但以前过端午用的这些东西都是我妈自己编起来的 但是现在呢全部都是用买的 啊给朵朵买个带铃铛的 这些用五色线和红线穿起来的小玩意儿 在这胳膊上或者是脚上都挺好看的 小孩子们就买点带装饰的带铃铛的 大人们简简单单带个五色线就可以了 东西呢就是要提前带到胳膊上 然后等到过端午节的时候 然后再把它剪掉 直接挤到胳膊上 过这个节日呢 我们从小都是这样的 五色线搓一根线 然后再 呃 鸡到胳膊上 鸡到 腿腕子上都可以 鸡到腿腕上手 回上手 鸡到胳膊 我妈来我家说 我那树饺子包的好吃 我还说呢 用我家的树的换她家一碗肉的吃 解冻完了的鸡团 我们用刀给它剁成块 看我家这把笨刀 不过它有一点好处就是胳膊到手 今天做个冻鸡团 土豆块 好久没有做鸡团蒙土豆了 今天做个这个饭 正好招待我们家的客人 做好的鸡团先焯一下水 再切点猪肉 看那几次我九毛九能买好大的土豆 然后这两天超市里边就就这么大点 两个鸡蛋那么大 放点料酒去腥 冷水下锅的鸡肉 它才能煮出来抹 你要是热水的话 它下去一下就把那个血都捡到里边了 好久没有系我的红围裙了 穿着还挺好看的 焯好水的鸡肉 我们先给它捞出来 我看五个鸡团应该够吃了 正好还有一块瘦肉 我给它一起都切吧好 放到锅里 然后做鸡团用 这老人已经难受了好几天了 没有精神 这个也是病号 窝在被窝里不出来 我的辣椒就是配色用的干黄不辣的辣椒片 做饭的时候我一天都离不了它 因为这个鸡团是做起来比较好熟的 所以呢今天只能做它时间有限 哎 多大的孩子也是孩子 我不在了他也不懂得说提前把药喝了 早上的那堆药又误了 当妈的就是操心的命 三组药喝了一组 然后我还得安顿着叫喝那两组 还得把药给撕开来让人家喝 真的是 你说这啥时候能长大呀 不知道 我叫孩子的舅妈盯着他 把药都喝完了以后 然后才能让他回屋 不然的话这家伙就恐人了 我也不知道他这个肚子纠结这两天好点了没有 反正你啥时候问他他还就是有点疼有点疼 再切点新土豆 然后放到锅里慢慢的炖 这个也不着急慢火炖就行了 不知道你们呆的地方有几种豆腐 我们这边有黑豆豆腐 还有这个白豆腐 然后我最喜欢吃的就是卤水豆腐 特别的味正而且口感还好 今天的饭做的多 我就希望他们多吃点 今天我们又用到这个苦菜了 今天吃个不一样的 苦菜油糕 大家肯定没有听过也没有吃过 先套点苦菜 这块小石口也起大作用 好了这么多就够了 因为这个苦菜里边呢有酸味 所以说我们再用水给他泡一下 把这个酸味给他弄掉 泡上一遍就可以了 然后再切点小豆腐块 今天这个馅儿 可定没有人吃过 用到我给他使劲的剁成小豆腐块 越小越好 剁好的小豆腐放到苦菜碗里 然后把切好的蒜末和葱 放到里头 然后我们再加点花椒 加点盐 加点鸡粉 加点鸡粉 调个味儿 然后再倒点这个有芝麻的这个葱油 我妈平时在家里做惯了 她来这也做不住 总要到厨房看看我怎么做 我拌好了以后 我拌好了以后 让我妈给尝尝味儿 米师傅干完活儿回来了 进去先看看大外事 这得几碗糕面 咱们这些人得几碗 我把了凉味儿勾面吃不完带走 挺早 饭完活儿11点20 味道 这个是320 上午的活儿 下午活儿多了 下午 我家这个火蒸小了 不知道为啥 按理说我看那个 出火的那个地方 它也没有堵 下面我们把弄好的这个糕面 放到锅里 开始蒸 然后把我们这个大块土豆粉放下来 你们看着这一锅炖鸡腿土豆豆豆腐还有大粉片怎么样 我感觉挺好 大块粉条进去炖个两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我们今天鸡腿 豆豆豆豆腐 还有大块粉条就做好了 然后出锅 今天我专门用了一个大盆 因为我家的锅大 有时候做的多了以后小盆根本就放不下 看一下这个糕熟了没 熟了 可好熟了 一般在饭店里边人家做这个糕的时候 用了一块那个塑料布 然后那样就不烫手 但是我们在家的话也不多 就用手这么把它做好就行了 我们多用手给它捣吃一会儿 就捣吃光溜了 我妈说有个好办法 可以在包油糕的时候不用那么烫手 刷上一把干的玉米面当干面 因为这个做这个糕吧 它太烫手了 所以弄点这个玉米面 因为这个玉米面它是发色的 先给它搓成一个长条 然后用手再揪成大小均匀的剂子 我妈说用玉米面和油面当干面 都不烫手 我感觉我揪了有二十多个糕剂子 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 我用手按 然后我妈用刀瓶 一按一个糕瓶就有了 拿擀面杖或者那个啤酒瓶擀都可以 把糕剂子都压平 然后我们再包 红麻油 看我们的红麻油多好 太香了 你别说苦菜馅的油膏既特别而且又好吃 你别说这个玉米面当干面挺好 这也是这样的 对 这个今天我是第一次知道这个 真的是三人行必有我师爷 这个办法是第一次用 特别好 首先不沾手 以前的话得弄一个凉水碗 或者是一个油碗 然后这样弄 今天 今天这个办法特别好 今天这个馅儿没有人吃过 今天这个馅儿没有人吃过 这个又是硬线人发明的啊 我们这边硬线的人特别有本事 啥都能发明出来 人家会用人家做的这个各种熟菜了啥了 可以做成油膏 还有这个 反正就是也算是人家当地的特色 但是这个东西它也不是特别的上讲究的那种 一个特殊的味道 你给火一点 拿回来 我试一下 刚才这个温度上来了 叫我给你把火关了 其实炸油膏呢 是油温稍微高一些 然后把这个膏一下去的时候 立马就能吹起来大泡的那种火候是正好的 今天这个火稍微有一点点小 像在我们三西过年过节日 都要炸这个油膏 因为它不单单是说是今天的一种主食 它更多的是代表一个好的寓意 这黄灯灯的油膏 看着真的特别有食欲 今天的馅和往常我们做的馅还不一样 今天又是一番之味 看着这个黄灯灯的油膏 我这会儿感觉有点饿了 早上也没有吃饭 好了 我们做的油膏 还有鸡腿炖土豆都做好了 这个不辣 然后不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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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这一点不咋的 今天我这都帅 刚砸出来的油膏特别脆 我妈先用手抓着吃一个 吃饭 我妈一来我家就说让用小碗吃饭 我家呢总备的都是大碗 我不爱用小碗吃饭 因为我觉得那样的话我怕人们吃不饱呢 在工地吃饭的晚上这么大 其实你别说我还真的不怕人吃饭 来了以后我就给他使大碗 让他吃的饱饱的 太烫了是不是 这是肉 粉片 我妈给你吃饭 你不要了 你不要了 不要了 你不要了 不要了 你吃饭了 可以了 吃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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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辣不辣 没有蒜 不辣 这个就跟我 可小可小的时候到二姑家市的那个味儿是一模一样的 就是这个味道 吃过 我在二姑家市 嗯 好吃 好吃 再来一个 大分高的 再吃三次 今天吃的这个葡萄馅的油糕真的是从蒙了最少二十几年前的这个味道 我真的是只有二十几年前吃过一次 我再也没有吃过 吃饭了 吃饭了 拿勺子再瓦 吃了 吃这么大一瓦 吃了几个油糕 吃了三个 三个再吃个吧 那油糕也不大 吃了 这个有点咸 你吃几个油糕 吃了两个 你再弄点菜 吃了 就麻烦一大碗 去嘛 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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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没有杀住车吃的有点多 如果有喜欢近点今天分享的苦菜豆腐油糕的 大家可以按照我的教程去做一下 跟你们说实话是特别的好事 因为它是用野菜做出来的 味道特别的好 吃进去的口感是稍微发一些酸酸的 以前我们要做油糕的话 基本上是不用这个野菜去做的 一般情况下我们是自己调点菜馅 有木耳的萝卜的还有这个豆腐皮的一些东西 做一个素菜馅的 然后再做个红豆做好的那种豆沙馅 这个苦菜油糕时最起码我三十多年来 应该是这是我第二次吃 以前还是可小可小的时候吃过 大家也可以照着我的那个方法去做一下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了 拜拜